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区里遇到了老江的母亲 却反被辱骂 小吴在便利店遇到了偷东西的小女孩 他跟着小女孩回家 劝酗酒的女人带着女孩离开这个社区 阿罕经过缜密推敲 终于确定律师男才是真正的凶手 他抓住了律师男 却突然再次受性大发 将律师男给活活掐死了 接下来 咱们继续分享第11集内容 开头的一幕是儿时的阿罕正在芦苇地里捉着蜻蜓 却在搜寻时偶遇到了刚杀了一只动物的成医生 阿罕没有害怕 竟然上去关心了一下成医生受伤的手 转身就地取材给他倒了一些草药 敷在了他的手上 这些举动让小成在内心中立下了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 接着回到阿罕看见成医生的幻觉当中来 成医生问他杀人的感觉如何 阿罕没有回答 紧接着他回到了家中 他不敢相信自己杀了人 一直催眠自己人 是因为成医生才杀的 但幻觉又出现了 让他不要否认自己是杀人犯 他解释说自己全都是正当防卫 可是成医生却让他回忆 当时有没有享受着人窒息而亡的感觉 并嘲笑了他 最后 在阿罕的一生痛苦的吼叫过后 成医生消失了 这句的经费真不足啊 连灯都舍不得开 一日 良心有愧的阿罕 去到警局跟大家自首 大喊着说是自己杀死了律师男 很快警方带着阿罕去到了废弃工厂 寻找律师男的尸体 结果又发生了反转 律师男的尸体不仅消失 就连打斗过的痕迹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法医告诉小高 现场一丁点指纹等痕迹都没找到 怀疑阿罕可能是因为脑部手术的后遗症产生了幻觉 阿罕为自己辩解着会不会尸体就在国道附近呢 正好同事们发现了律师男手机的GPS信号 接着他们根据律师男的轨迹找到监控视频 看到穿着一身黑衣的律师男 竟然乘船逃走了 最令人意外的是 附近并没有人丢过卡车或者轿车 想吃牢饭无果 阿罕很失望地离开了警局 走之前 阿罕和小高确定了学生妹和酒吧女孩 都是律师男所害 本来想找阿罕 却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了线索 小高问了他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那么期待成医生不是真凶呢 阿罕只说没什么 礼貌离开 阿罕去看望了冬酒和他媳妇 还好没什么大爱 他说如果阿罕真杀了律师男是对的 那种人就是该死 据新闻报道显示 律师男乘坐轮船 大概是偷渡去了菲律宾 普叔走进物证科 告诉小高 阿罕被调到他们部门了 看他状态还不够好 让小高给他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干 普叔坐到自己的公位前 拿起了全家福照片 终于看到了女儿的形象 果然催妹就是他的女儿 为什么没有相认 可能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 阿罕接了个确定明天可以正常上班的电话后 又想起了干掉律师男的画面 稍微缓了缓后 他打算去安抚小猫 但小猫却因为害怕躲得远远的 因为看到了一个鸟笼 突然间当时杀掉小鸟的画面 出现在他眼前 阿罕又止不住的头疼起来 第二天他去到医院咨询医生鸟的去向 才知道姨妈帮他埋葬了鸟儿 带着疑惑心里 阿罕又一次去到了干掉律师男的现场 推开一些陈猎物在下方找到了当时踢倒火炉弄出来的灰 阿罕终于确定是有人帮他处理掉了证据 这里给了一个窥视阿罕的镜头 说明有人在监视着他 接下来是昨晚画面的回溯 原来当时有人跟踪了阿罕 等阿罕杀了人之后 这个人把尸体送到了车里 将现场一切痕迹都给抹除掉了 我暂停了一下画面 仔细观看 发现这个人应该是阿呆 他为什么要帮阿罕掩盖罪行呢 这是个疑问 跟踪阿罕的神秘人 把电话打给了某人 报告说好像被发现了 问电话中的人该怎么办 下公交的时候 阿罕被一个老人家撞倒在地 接着他又打算要去自首时 接到了一个白发老者的电话 原来撞到他的老人家 当时换掉了他的手机 电话中 白发老者很了解律师男尸体消失的事情 并告知患脑手术只有他和他姨妈知道 两人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见面 将阿罕迷晕之后 将他带到神秘实验室里直到醒来 最后发现白发老者竟然就是失踪的教授 教授并没有解释自己还活着的原因 他把阿罕找来的目的 是因为认为阿罕的大脑 已经开始被变态人格的成医生蚕食 加上昨晚失手杀了律师男 这种快感的开关被打开了 所以他希望阿罕配合他 一起抑制未来会出现的变态人格 将他们的DNA带给教授 大概意思就是利用阿罕的变态 去调查变态杀变态 如果阿罕不愿意的话 他一只大脑的事情一旦暴露 那么就有可能终身成为实验品 我想吐槽一句 教授你都知道他现在很危险 你也敢一个人见他 也是胆子够大的 教授把一叠东西塞进了他的兜里 阿罕回到家后也很纠结 先打了个电话给姨妈 问小鸟死了的情况为什么没说 姨妈说因为刚苏醒的他 让自己很不熟悉 就没说 他不好再说什么 挂了电话 纠结了一会后 把教授给的纸条给撕了 一日阿呆在物证科找到阿罕 聊起了他马上要结婚的事 穿了一身西装 是因为晚上要参加催妹的新节目 阿呆准备拿小高的钱 去买饮料请阿罕喝 还好小高回来 又因为上次咖啡的事骂了他 据小高说这个钱是一个小孩 给他的杀人预付款 那个小孩就是小吴 小吴顺利说服邻居把女儿送走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变态老江正在暗处悄悄观察着他们 不凑巧的事情又发生了 小吴在打工的地方 竟遇到了当年霸凌他的同学 小吴没要他给的小费 一会过后 小吴喝多了昏睡在座位上 阿罕把他弄醒后 发现他的状态很不好 问了老板娘才知道 原来奶奶去世的案件也被他们知道了 还故意跑来可怜他 所以小吴跟他们打了一架 阿罕把小吴送回家后 看见他躺在床上昏睡的样子 竟然又差一点控制不住 自己要对小吴动手 还好想起了教授的话 赶紧跑了出去 阿罕没意识到 他的手机丢在了小吴家 小吴拿着手机追了出来 在人行道上竟遇到了老江对他而语 小吴一下子浑身瘫软 坐在了人行道上 还好 崔妹发现扶起了他 看见老江的瞬间 阿罕想起了奶奶对他的叮嘱 掏出手帕把老江兔的口坛包裹起来 崔妹把小吴送回了家 他好心关心小吴 结果正好处在了小吴的点上 强行把崔妹给送了客 在局里的阿罕大概为了混淆是听 先把老江的口坛裹在了牙刷上 然后又带走了所有同事的牙刷 要教授检测 小刚在崔妹这了解到 老江竟然回了小吴的社区 去找了负责监督老江的同事大吵一架 最后教授真的从那么多人里检测到老江是变态 教授让他一定要关注好这个人 他是不会停下的 阿罕在电脑上找到了小吴小时候 讲述自己预习的经过 爸爸去世后 奶奶因为难过整天喝酒 又喝完酒 让他去买 在酒馆打酒时的小吴 被老江给盯上了 小吴在回去的桥上 正好遇到了一只被拴在路边的小狗 他走上前想帮助他 可就是在这个结果眼上 小吴遭遇了老江 所以从此以后 他的阴影就是那座桥和小狗的幻觉 那时还是巡警的小高 把小吴送去了医院 知道老江是个变态后去狠狠揍了他 老江上了法庭后 辩解自己当时是喝了酒才会误事 最终没有被重判 只坐了十年牢 看着小吴案件的卷宗 阿罕满眼泪水 但竟然又笑了 阿罕悄然来到小吴家附近 决定保护着小吴 另一边的小高 也突然想起和小吴的约定 收起钱出发了 没走几步 阿罕就发现了正在沉迷游戏的老江 然后又绕去房子侧方 这时小高竟然走进了老江家里 质问老江当时说了啥 这变态竟然还把说的话转述给了小高 气得小高暴打了老江 小高本来想一枪毙了老江 这时老江的妈妈来了 于是小高因为打人被抓了进去 被关在拘留室里的小高 看见老江一闪而过的笑意 反应过来 自己是中了他的吊虎离山之计 自己没办法出来 他就拜托了挨一件事 此时的阿罕就不一样了 他去了五金店 选好了铁链和一些其他工具 将他们放进了后车厢 晚上又进行了锻炼 十二点整的时候 他潜入到了老江家后院 正要进去动手时 却发现老江已经口吐白目晕倒 身边还放了一份遗书 及时发现情况的阿罕 把老江送去了医院 他很奇怪 老江竟然从凉了 看见老江妈妈进来医院 也没有多想 坐公交回去的路上 阿罕发现姨妈正在拉着撒娇的儿子 阿罕上去了解到 这是他的表弟小说 正在想要买猫 不停地撒娇 阿罕安扶表弟 把他带去了快餐店 阿罕还把自己猫的照片 拿给了表弟看 他暗暗发誓 自己一定会控制好自己 让教授看到 受小高的委托 阿呆带来了一把电警棍给小吴 但是知道今晚会下雨 小吴还是有些担心起来 阿罕这边一回家 发现小猫生了仔 绿马和表弟连线了 问起姨妈的去向 弟弟说冀州的奶奶出事了 姨妈边哭边出发了 不过他现在正和一个 睡觉打呼噜的大婶在家呢 看到小猫后表弟很喜欢 阿罕决定过去接他来家里 问了地址 却发现他们家的地址很熟悉 并不是平安洞 而是武镇 这个地址大概是阿罕家以前的住所附近 老姜的妈妈特地来警局 给了阿呆一封陈叔叔 并承认老姜当时说谎了 希望他们能把小高给放了 大家忙着要去录制节目 就把陈叔叔给了同事 转身就走 阿罕顺利接走了表弟 并没有告诉睡着的大婶 电视里 崔妹正就一年前的雨夜发生的案件 采访着阿呆 已经痊愈的老姜 看着电视一直冷笑着 小吴为以防万一 还去五金店买了一把菜刀防身 坐在雨夜中的小吴 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老姜跟踪着 老姜此时接到了监督员的电话 撒谎说自己正在去买药 阿罕这边也在发生着恐怖的事情 表弟的身后竟然出现了成医生的幻觉 老姜把自己的脚料丢上了一辆货车 吸引开了监督员的注意 派出警员去搜寻了货车 新闻报道称老姜关了脚料在逃 在超市里听老板娘说 他之前劝离的那个小妹妹 竟然又回来了 小吴担心下来 正在洗碗的阿罕下水倒堵了 结果表弟吵闹着 要他喝起玩捉迷藏 突然间阿罕的状态变了 说了句吵死了 然后和表弟玩起了捉迷藏 小吴匆忙赶去了女孩家 竟然没有叫醒醉酒的女人 原来老姜不知从哪拿到了一把扳兽 解开脚料后把脚料扔到了货车上 再以小吴的名义发信息给女孩 说妈妈生病了 让他悄悄从家里出来 别告诉爸爸 看到信息小吴赶紧打了电话报警 他突然意识到 老姜至始至终的目标就不是自己 而是小女孩 冲了出去 四处寻找女孩的下落 小高从同事这拿到钥匙后跑了出来 但却发生了事故 被人一棍子打晕过去 终于在一处如尾地里 小吴发现了老姜 上去就跟老姜展开了肉搏战 但毕竟人家有武器 最后打敌小吴浑身试伤 与此同时 阿翰终于找到了表弟 看着他面前正在响起的手机 阿翰不管不顾地把班兽打了下去 下一刻 阿翰又出现在了 被打敌人士不醒的小吴身边 接下来他对着某人狠狠猛砸了下来 律师男死了之后 故事又展开了新篇章 精彩程度竟然一点都没有下降 没有死去的教授找到阿翰 让他配合自己调查变态 那么他的复活就有可能说明 程医生当时去见他的目的 也有可能就是为了让他帮助调查 但是那具教授的尸体到底是谁呢 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来剧情到底会是怎样呢 阿翰砸的肯定不是他的表弟 有可能砸的是猫 更有可能是手机 因为没血溅起来 阿翰突然又出现在了小吴身边 是否说明他早已计划好了呢 还有教授背后的势力 究竟会不会是女市长和参议员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揭晓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